说到演艺圈小小玲珑的美女 一定杀不了鬼鬼无应节了 今天鬼鬼一身黑色无秀短情现身某活动 亲属女风范十足呢 现场还大秀自拍神迹 还现场自爆遭工作人员讲 本人没有镜头美 害得她很伤心呢 我有被说过说 你好像上镜头比较好看 本人好像还好 我记得我有这样子被讲过 我那时候伤心了半天 鬼鬼不要再伤心了 你在粉丝心里是最美的呢 说到拍照 不知道鬼鬼拍过最大尺度的照片是什么呢 你们应该想要的答案是裸照 但是我没有裸照 没有拍过吗 没有拍过 真的没拍过吗 没有啦 性感照有没有自己拍的 谁会拍那种照片给谁看啊 你说背部 那可是没有人帮我拍耶 自拍没有办法背部裸照吧 那正面裸照 我不会拍这个啦 就开玩笑了啦 那这么说就是新专辑的宣传照啦 听说鬼鬼不仅性感露背还花了八百万呢 是不是真的呢 那张照片其实我就是为了要剥大家的眼球 因为如果不穿的少一点 大家可能会看不到我 因为我露出了我一点的肌肤 想要证实我的背部还在 准备花了这些钱把这个小孩伸出来 就是我简直是把这个单曲当作专辑在做 其实是这样的理念 当然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对我来说我做这个作品 我不是要赚回这八百万 我要得到的是一个作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钱对我来说 回不回本不是那么的重要 看来鬼鬼还真的是很看重这次单曲啦 活动现场鬼鬼还保留了很多东西 留着新专发布会说呢 不过他也大方爆料其他艺人的自拍程度呢 尼亚伦他没有非常爱 哦王子超多哦 对他应该没有办法不自拍吧人生 对王子等于自拍 对王子超多哦 对王子校 因为素环木 esca